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不是很多 有点降温 但是还没有太多 一点点而已 但是北东营封面持续有阵雨 所以这两天要稍微留意一下 但是大概礼拜天六 礼拜天 就会明显缓和不少 但是其实在下礼拜还是东北风的天气 甚至有可能改为吹东风 所以东北部还是有阵雨 而且下礼拜预期还有一波 你能不能看到下礼拜周末 还有一波的系统会来 未来也有可能会有台风会冒起来 各位不要觉得很讶异 12月底台风很正常 12月有可能也有往这边走 往菲律宾走的机会会比较多 但是是不是会配合上东北风 这也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所以未来大致都还是东北风持续影响 逐渐进入一种溶冬的状态 所以各位可以看 就是空气冷江军 这个暗黑的就是冷江军 其实已经都在北边肆虐了 只是说这么过程当中 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冷空气顺着高层的大气往南冲 现在来看的话恐怕一直要到这个月底 的确有这个迹象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冬天的冷空气的强度 特别是台湾的温度来说的话 要到一两个礼拜变化空间很大 像有的预测有没有看到 这下礼拜周末可能有一波会降来 但是这个有时候强有时候弱 这个变化每天看都不一样 跟台风一样 所以各位还不用太担心 看看就好 参考一下就好了 但是大致上未来这一两周的天气 跟最近都还是蛮类似的 都有时候东北风有时候弱一点 有时候强一点 各位真的不用太担心 这几天要注意的是温度的变化 北部有一点上上下下的变化 不要小看这两三度 其实有时候很容易感冒的 请大家注意一下 最近也是流感或是感冒的高峰期 然后南部来说的话相对的就稳定很多 我昨天在南部还看到很多人还穿短袖 建议南部的朋友 早晚还是有一件长袖比较好 因为有时候这个博长袖的话 遇到挡风很容易凉的 北部来说的话 这两天降雨会比较多阴沉 尤其是迎风面 这个就是要迎风面 这个风往这边吹 东北角有山 这个就叫迎风面 像这个新北市到基隆 还有这个宜兰 这个就是迎风面 那中南部呢就很稳定 要注意空污 那未来这几天都是类似 六日呢水气稍微少一点点 那这几天呢 南部的空皮还是比较糟 像我今天在高雄 就看到还是雾霾买的一片 因为大气时代稳定的 没办法通风 那温度凉凉的 东北部 北半部 阴沉偶正雨 明年白天 大致上天气跟今天类似 还是一样 北部比较阴沉 中南部 有点满意的这个现象 我们给大家建议 东北风增强 北东阴沉稍凉 中南部大气稳定 留意一下空污 敏感族群不健康等级 周六日回温转情 请大家好好把握晴朗的天 近期呢还是典型的 东北风天气 还没有很剧烈的改变 我们来看详细定义数据 到这里 不顾或顾了 坏了 与